怎么样 帅吧 这身材 这功夫 尤其是这腹肌啊 看着台下的女观众 眼睛里都冒小惺惺了 怎么样 你呢 是不是也被这身功夫 给惊艳到了呢 她 就是世界双结棍的冠军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吕一杰 要说到双结棍和中国功夫 我们的第一反应 肯定就是李小龙了吧 那双结棍傻得是天下无伤 说到小吕当年 学这个双结棍 还真跟这李小龙有关系 小吕啊 出生于武术世家 从小就起舞 特别擅长的是婆鸡 这周围人呢 也都觉得这个孩子 赤块练武的料 父母也有意培养他 希望呢 有朝一日能够进国家队 将来也当个世界冠军 光宗耀祖 为国真光 然而八岁那一年呢 却因为一部电影 彻底改变了小吕的梦想 这是我们那一部 特别熟悉的李小龙的 金武门 这电影里啊 李小龙帅气地 刷双结棍 把这小吕就看呆了 当时他心里就想 这也才是世界上 最帅的武功嘛 从此 他彻底 迷上了双结棍 想练双结棍 没那么简单 家里人都反对 可是这小吕有主意啊 反对就反对呗 我偷偷练 甚至呢 还自己偷偷用石木 做了对双结棍 两公斤重啊 你想想 这四斤的木棒子 要是一不小心打到身上 那得有多层啊 有一回啊 这双结棍不小心 打到了头部 这小吕当时就 两眼冒金星 直接晕了过去 等他醒过来后反劲 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尽管说练习的时候 特别的苦 特别的累 但却没有击退 小吕学习双结棍的心思 反而是越来越着魔 就说啊 有一天 晚上睡觉呢 梦到了新招式 这小吕可倒好 大半月的 蹭一下坐起来了 接着练习 你说他得到 瘋魔到什么样的程度 可是这一切 在家里人看来呢 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放着好好的搏击 你不练习 非得耍什么双结棍 那不是 玩物丧志吗 小吕都不听 尽管周围人都反对 但是他依旧是 一门心思 铺在了双结棍上 每天早上四点钟出门 没有练工房 他就骑车 来到了十几公里之外的 小树林里面练 无论是春夏秋冬 银行酷暑 日复仪式 这一练 就是整整十年 他坚信 双结棍就是他扣开 世界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直到2009年 首届世界双结棍大赛 在香港举行 苦练了整整十年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在几百名的选手当中 小吕是一举拿下了 世界双结棍大赛的冠军 他终于向父母证明了 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但是当他站在领奖台上 内心除了当冠军的喜悦之外 还有一些遗憾和愧疚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在苦练双结棍 二十几岁了 从来没有为家里赚上一分钱 但是他想 既然我当上了冠军 将来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了吧 但是谁承想 现实远远没有想象那般的美好啊 当了冠军之后的李玉杰 依旧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周围的很多人也都劝他 不行你就别练了吧 其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 我苦练了整整十年的双结棍 我也拿到了世界冠军 可是我依然养不活我自己 我究竟是图什么呢 隔一旅一节尝试转行 他当过教练跑过龙套 终于他可以不靠着家里的街机养活自己了 但是这些所有的工作都不是他最想要的 他排解压力的唯一方式 才是在空闲的时候苦练双结棍 他不甘心就这样的放弃了 不丰魔不成活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玉杰连续五次获得了双结棍的世界冠军 并且创造了金丝世界纪录 还被人称作是世界棍王 他终于靠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改变了命运 那么今天这位世界棍王来到了我们有情主角的现场 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不可思议的挑战呢